十幾名二煞手持球棒 拉扯一名男子一陣猛打 過程中撞到路邊機車 滾落的黑色安全帽 馬上變成凶器 趙偉又等男子12秒後 不知倒地 二煞還不罷休 拖到大馬路上繼續打 時刻打一個直到警方趕來 男子已經貪亂在馬路上 事情發生在桃園一家卡拉OK店 古新兄弟黨和李新男子 因為烤肉口角結怨 事發當天雙方又在臉書上 起爭執還互嗆輸贏 李新男子放話說 我在卡拉OK唱歌 不爽就帶人來吧 古新兄弟就料了十幾個人 殺到龍潭的卡拉OK 把李新男子拖出來捅毀一頓 那一直到我們警察到場 才一哄而散 古新兄弟二十三號落網 戴上口罩投梯滴逃避鏡頭 但他們平日的囂張行徑 相當誇張 去年十一月自足綁派 旗下的潘信成約想要離開 古新兄弟用手槍和木棒 重擊被害人頭部 恐嚇對方叫母親 拿三十萬元出來處理 隔月不爽有人 直接搶奪他三萬元現金 衝著一句不爽你叫人來啊 就以十打一的規格 痛歐仇家 警方調查發現 惡霸兄弟黨同夥 還有未成年 情少年 是否還涉及其他案件 警方將持續追查 記者劉志展邱小倩 桃園報道